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主日聚会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你或许会好奇 我们是谁 这是一间怎样的教会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是一群 爱神 和神建立关系的人 爱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透过服侍他人 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其中一个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敬拜 因为神 祂真是奇妙 不同年龄层的聚会 都让我们可以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透过圣经学校 我们能够一起赚言神的话 一起读圣经 让我们每一天都以神的话 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孩子们也透过主日学 学习神的话 在主的爱里成长 成为神祝福他人的管道 聚会结束 但基督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延续着 在周日里 我们提供幼儿园 托儿所服务 和补习中心 接触社区有需要的群体 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 服事 有时候更一起逛街 游玩 我们也透过创意施工 多媒体及社交网站 传福音到人的耳中 为了建立一间无强和荣耀的教会 生命是充满挑战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 我们相信那是其中一个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原因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彼此帮助 互相扶持及鼓励 因为没有人应该一个人孤军作战 神所创造的每一个物体 都是合得美好 他对我们的爱真实 超乎我们想象 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是充满力量的 所以 非常欢迎您今天和我们一起 不管你是谁 我们想让你知道 我们欢迎你 7月22号没有主日学 请家长们留意 大家好 我是欣言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特别聚会和活动 7月27号至29号 刘志山牧师将与他的团队来到我们当庄 分享宣教与职堂 刘志山牧师是基督教复兴教会主日学 经常主领香港大型聚会 他拥有20年的牧养经验 也带领了千人信主 大家一定要出席把握学习的机会 日期时间如下 27号星期五晚上8点半 28号星期六下午3点钟 以及星期日29号的两堂聚会 建伟弟兄在今年的3月份 第二次获得由广州市金融局颁发的 广州市高级金融人才奖 是广州少数产联得奖的外籍人士 除了职场成功 他在灵命成长也有很大的成就 现负责协和堂平沙聚会典中文崇拜 8月10号的职场团契 大家可要抽出时间出席 而8月12号的两堂聚会 建伟弟兄也将与大家分享 职生比生殖重要 招命比赠钱要紧 生命的蜕变除了顺服神的带领 还有的就是一般姐妹的互相扶持 上个星期与两位姐妹录制她们的CPM TV Auntie Anna与Auntie Yvonne也到场为两位姐妹主持人加油打气 真的很让我感动 我相信下个星期的姐妹团契聚会 并会让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动与看见 社会日益更新 3C产品以及社交媒体Apps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与其让孩子被流行歌曲耳濡目染 让我们的孩子也适当地透过社交媒体 把赞美的歌曲带到人的耳中 今天的CPM TV就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CPM TV